预期地区农会113年一起做稻米达人乡镇赛 第一阶段田间检查晋级决赛14位参赛农民 在今天进行的外观级10位官能评比 虽然今年赛事更改为乡米和非乡米两个组别 不过似乎也难不倒圣经百战的农民 参赛的米局水准超高 两项冠军总评分都超过了90以上令人激赏 细查判别参赛米谷的外观后 场观学界组成的评审团 接着工作人员端上的每一盘白米饭 进行十位值官能评比 预期地区农会113年一起倒作 稻米达人女子竞赛 通过第一阶段田间检查的14位稻农 在经规格分析检验后 分为香米组7人与非香米组的4人 共11位入围决赛 吃下来其实他们可能在口感上 和味道上都是很微妙的一个 差距很小 口感特别的Q弹 特别的软嫩好吃 年度都爱刚刚好 虽然今年赛制更改 不过似乎也难不倒圣经百战的农民 参赛米值水准超高 两组别的冠军分数都超过90分以上 就连农粮署东区分数都相当有信心 我们玉西这边的米在110年的时候 111年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一般米组的第三名 然后去年也得到有金米组的冠军 所以我们的米真的很好 不管它是什么比赛 我们都没有问题都不怕 部分署长陈吉春表示 玉西地区出产的好米就是不怕别人比 这一次一起做参赛稻农 在面对极端气候的挑战下 仍能维持稻米品质与水准 农会总干事蔡仲翰指出 多数种植高雄147品种的香米 相当具有夺冠优势 大家都是顺应这个比赛来去改变米种植 所以这几年我们这里香米的部分 为了配合全国赛的部分 其实很大部分都是中高雄147 对 那所以我们在高雄147这块应该是相当有优势 从天津管理 规格分析到今天最后一天的十位值观能评比 最后两组别前三名四一序揭晓出炉 分别由杨朝富黄子怡夫妻两双双拿下 农会除了是足以颁发奖杯以及奖金 也期盼杨朝富黄子怡冠军夫妻党 出征全国赛能更上一层楼 记者是玉兰玉礼采访报道